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公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很多人说我们信仰中毒太深 读了个启示录就觉得什么基督徒在被迫害 其实也是另类的受害者心态 这个说法我是可以证明 我们是真正被迫害的 而且未来会被迫害的更严重 支持生命的民运人士 之前报导过的Mark Hawks上了国会的听证会 诉说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故事值得我们看一下 当成是未来被迫害的蓝图 而且每个保守派都应该要记住Mark Hawks这个名字 每个礼拜变性人都会出新招 让大家跌破眼镜 他们的理由是 我只想要做我自己啊 做最真实的自己啊 为什么你们这些保守派 你们进不出要迫害我们呢 是这样吗 这个周末有个变性人的影片爆红 呼吁所有支持变性人的人 还有医生要大量的犯法大型的反抗 说要拿这个 来抵抗 我是鼓励大家拥有枪支的 目的是要来保护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持枪不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而且他们在上面大声的说出来 他们是要来犯法的 上个星期过了CN跟市民大会之后呢 左派宣称他们大获全胜 川普完蛋了 结果川普的民调反而大幅提升 原因很简单就是拜登实在是太丢脸了 而且证实了川普一直以来呼吁的民主党阴谋论 全部都是真的 首先我想要感谢每个月支持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每个月102个人了 真是非常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 AI NEWS 爱报导 但是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在经济危机当中 因为我们团队有三个人 布跟尼布贾尼撒的雕像下跪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由你这样的观众支持的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改变自己的人生 一起传达正确的价值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直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的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得到呢 我们请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我们节目的Sunny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助你跟你的孩子 一起夺回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段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t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我们国会上有一个听证会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听一下 这个新闻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在节目上应该要讲过两三次了 我们对于堕胎的观点也不知道讲了几次了 这真的对什么强奸啊 性侵啊那些意外的观点 我们也都说了很多次 针对我们的政府刻意使用堕胎这个议题 来攻击政敌 也讲过超多次 超多的例子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可能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还会在下面留言说 强奸嘞 乱伦嘞 这样的东西 在美国有很多左派的目的 其实不是杀婴儿 也不是什么女权 他们其实想要攻击的只是川普而已 跟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其实不在乎什么支持生命啊 反对堕胎啊 我们讲他们很虚假 很糟糕 但是接下来这个报导 我个人认为是大概最糟糕的 我也报导过这个报导 这是来自 Daily Wire 上面说的 宣判无罪的天主教徒 支持生命的民运人士 Mark Hawke 星期二在司法部的这个听证会 重新传述了当时联邦 以及兵州的执法人员 持枪突袭了他的家 因为他被指控 党在堕胎诊所的门口 Mark Hawke 一位带领着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人 在兵州的费城的堕胎诊所的门口 辅导那些打算进去的女人 在听证会上面 重新模拟了当时的情况 他被指控触犯了 FACE Act OK FACE法案的过程 那FACE Act就是禁止了人 党在堕胎诊所前面 阻止人进诊所 同时也让那些 攻击孕妇中心的支持生命 这些组织在拜登的这个政权下面 可以获得豁免 今年一月在联邦调查局 威胁要把他关进监狱11年 只因为他违反了FACE Act的情况下 宣告无罪 他的指控包括 违法的伤害 挑衅 介入繁殖治疗师给予的治疗 在被宣告无罪的几个月前 15台警车以及FBI的探员 闯入了他家 而且包围了现场 而且执意的要他把门打开 那 与徐继续 我在这边读这个新闻稿 还不如让这个当事人来讲 我们就先从 在堕胎诊所前面发生什么事边开始 导致15台这个探员的车 还有20几个探员 持枪指着他跟他的家人 一大早把这个无辜的人从家里拉出来 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回忆 - 我想帮你到10月13日 2021 我跟我的儿子 12岁的儿子 在菲徒兰尔町在那天 那天 优优优独播剧场——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please give him some space. He did not. He has a right to be there. We just continued to pray. He continued to talk to me and offer insults to me, which of course he's done before and it was never a problem for me and I just, I didn't listen to it. But then he started to begin to talk to my son. Now he's talked to my son before. In fact, I believe he taught my son the F word. I'm a homeschool dad and that's the reality of it. Nonetheless, he begins to talk to my son and badger my son and starts telling my son how evil his father is and how his father doesn't want to help women. I instructed him to step away and to go back to where he normally stands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which he did not. He continued to badger my son. After a repeated quest not to complot, not to stand next to my son, I escorted him back to where he normally stands, which he did comply. I turned around to face my son and go back to pray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began to badger my son again. At that point, I became a dad on the street concerned for my son. I did push the man. OK? 在這邊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爸爸,保護的爸爸,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爸爸而已,一個好爸爸,然後推了一個在騷擾他未成年12歲的兒子的喪心病狂。 所以我必須在這邊說這位喪心病狂完全應該被推他活該你去騷擾一個12歲的男孩然後他爸爸就在他旁邊你只被推已經非常幸運了你來騷擾我女兒你試試看但是就算你是那種動手就是不對啊沒有人應該要使用暴力啊認為這個Mark Hawk反應過度應該要更nice一點的這個基督徒他騷擾你兒子你就應該把女兒也給他騷擾這樣子的基督徒的話, 這裡可以想的是這是一個需要FBI聯邦調查局的事件嗎?這個應該是聯邦的罪嗎?聯邦有這個罪嗎?這個應該是聯邦應該管的東西嗎?有這麼嚴重嗎? 那這個其實不是很少見如果你一直有來關注我們的這個這個支持生命這個運動的話你大概知道媒體把我們塑造的形象就是一堆拿著聖經然後到處亂罵人然後叫人悔改的一群人OK? 他們妖魔化我們妖魔化的很嚴重實際上是只有Ethan亂罵人而已其他人其實是很好的我們之前訪問過那個Trey Newman他就說他就是帶著一群人去門口禱告離門口很遠的地方隔一條街禱告而已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但是他也被駕走他也被攻擊而且他也沒有反抗也沒有使用暴力那這次的情形是完全相反的 Mike Hawk 就只是安靜的和平的在離門口50 feet的這個距離禱告而已然後一個喪心病狂的暴徒叫做 Bruce Love 過來騷擾他們你看這個有愛的鯊魚的這個名字都叫有愛了對不對?多有愛對吧?各位可以聽聽看這個人有多有愛? 他是這間墮胎診所的護送義工volunteer escort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是免費工作的自願的OK?他自願的在星期六的早上跑到墮胎診所然後護送這些女人進去墮胎這些人唯一的工作目的就是要確保這些女人沒有接觸到任何的傳單或者跟任何人對話 還有任何關於墮胎的資訊那另外一邊呢這些pro-life的人呢是用我們這些人呢支持生命的人呢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只是想要把這些資訊告訴女人OK?沒有要去那邊罵女人沒有要去那邊貶低數弱女人甚至說什麼啊你們會下地獄之類的東西你如果有去跟他們講過話的話他們就只是站在門口那邊說這裡是關於墮胎的資訊然後這邊是你可能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然後你可能要做的決定 然後以下這邊是你可以做的其他選擇你可以選擇把你的孩子送出來給需要的家庭你可以申請這個你可以申請那個然後這邊還有補助單親家庭的話你可以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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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要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害怕有其他的選擇但是這個不是墮胎診所想要發生的他們想要這些女人進到他們的診所是害怕的是無助的是無知的 他們希望這些女人認為他們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他們一定要墮胎一定要殺死這些小孩這是他們唯一生存的方式然後這些 escort 的工作就是要確保這個事情發生確保這些無助的女人繼續害怕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變態OK?這些變態會自願的去做這樣的事情各位可以想像這個心態是有多變態OK?星期六的早上免費的 花自己的花自己的時間去確保女人持續的害怕自願的帶著女人去殺死自己的小孩確保這些女人不要有其他的選擇不要有其他的資訊你看到這樣的東西在我們的時代出現真的就只是只能顯示這些人有多邪惡多麼恐怖基本上這是所有支持生命抗議活動的樣子OK?就是一群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喔就是跟隨基督跟隨耶穌基督的基督徒 不是只是週末去教會那些人那些基督徒天主教徒去墮胎診所前面都是安靜的禱告OK?和平的禱告尊重那個墮胎診所也尊重所有去那邊的女人偶爾會在那邊唱首歌帶敬拜我去過這樣的活動真的就是這個樣子的那個領導會跟所有的人說我們不是來起衝突的我們不是來責備人的我們是要來幫助這些女人的我們是來愛這些女人的我們是要來讓這些女人有希望 而且讓肚子裡的孩子有機會的都是這個樣子那種什麼暴力啊攻擊性啊基本上都是反對方那些反對基督教反對基督徒那些人來的他們會不斷的挑釁弄到哪個基督徒急了OK?那這個新聞就在做這個樣子的事情這個事件導致FBI會介入FBI為什麼要介入?因為賓州的法院費城的檢察官不是一個保守派或基督徒的一個檢察官喔 也不是一個保守派的地方喔也不是一個支持生命的地區 地方的檢察官決定不起訴他們覺得這沒什麼好起訴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沒有人犯任何的法律Mike Hawke也沒有擋在醫院的門口基本上就是沒人犯法的之後呢聯邦的FBI覺得他們要介入接下來就發生以下的事情 然後,I Manufact said,You know,I co和爸爸來講,I是吧嗎? 最終車主持人的安全你看大部份提供到我又你們三個兒子的 I said,Who is it?They said,It's the FBI Open up,So I opened up the door peacefully.I said,Plea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跟他的孩子分开超过10年的原因 是因为他推倒了一个骚扰他12岁的儿子的心理变态 现在这样子的例子有非常多 政府在武力化所有的政府部门要来打击他们党的政敌 我们讨论过很多针对于川普的攻击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案例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案件 认识这个人 知道了Mark Hawke这个名字 而且这次对我们未来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 是我们即将面临的迫害的预言 因为虽然他们这次没办法做到彻底的迫害 没有办法把他关进监狱里11年 但是这个政权并没有终结 他们不会停手 我们要知道的是联邦的政府会刻意的去找这个人的茶 在地方政府都不起诉 每个人都已经放手都和解了 但是联邦的政府刻意要去翻旧账 去炒冷饭 要来毁灭这个天主教徒的人生 摧毁他的家庭 他们想要找到一个人 可以做到杀鸡颈头的效应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Mark Hawke 这个就是这个政府有多邪恶 但是同时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他们说的谣言 例如像说我们之前讨论过那个刘志雄长老说的 很多基督徒充满着暴力 这枪去杀死堕胎的这个医生 这样东西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有听主流媒体的话的话 你会觉得说 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常发生吧 是不是基督徒都很暴力 对不对 这样应该很常发生才对 连基督教的牧师都在说 有很多极端的基督徒在杀医生 你应该就会觉得说 应该是暴力的基督徒到处都是吧 应该有很多基督徒违反的这个FACE Act 挡在医院的这个 堕胎诊所这个门口 然后在医院门口又抗议又推人 然后看到女的就直接大喊 你要下地狱你杀人 如果这样的事情天下发生的话 那拜登政府应该可以随便抓到一个 基督徒的恐怖分子来去做这样的案例才对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 所以他们才要找到Mark Hawke 只因为他推了一个骚扰他儿子的神经病 来做案例这就说明了一切的 对于基督徒还有天主教徒的这个指控 有多么的虚假多么的无耻 那来看一下下个新闻 真正想要伤害你伤害你的家庭 伤害你小孩的人 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要来让你推行你的小孩去变性的 像有一位 不止一位 我们这边用了一个例子 这边一个变性的人权人士出来说 我们要犯法 就算你是住在一个保守派的州 就算你的州的议会跟州长都出来签字了一个 反对儿童变性 反对对未成年的小孩施打 荷尔蒙跟青春期制止剂的这个法案 都变成法律了 他们现在要出来说要犯法 不管怎么样 小孩就是要变性啊 最近我现在的生活非常好看 我的生活非常好 但难道有很多人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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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患上 需要我们的支持 这票在从而受邀选择 这个票在达到美国 是 rule gemeins大人 的法案 这个票里的政策 是美国 这个爷们的这种法案 女人争论 如果要听出了 你当その育成男人 不论定建议 对论 不论定的 不论定 不论定 就算不论定 不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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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说你 你确论 不论定 但我们必须 要自我 咱们 这个公司 这种什么 我不敢做任何 they want to dispute, if you're a medical provider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not obey the laws. These are unjust laws, they have no right to be existing, and the moral thing to do is to break them in whatever way possible. There's parts of me that want to do things that I can't say on here to people that are doing this to people, and it really makes me so sad. The only thing that I hate in life is imposing suffering onto other people who don't deserve it, because I know what that fucking feels like. so i'm sorry for the late night rambling ranting video and i know i try to make a lot of positive uplifting head on around here but like it does have to be addressed and there's a i've tagged um county creators in here go sign the petition in josh's bio uh go follow them too for gay news and stand up do whatever it takes march in the streets i'm gonna be going on a countrywide tour and i'm gonna be wearing the trans flag as a cape and i'm taking pictures in front of every capital building in fact i'm gonna get me a cup like just so that i can protect myself because i'm not going anywhere like i will fucking die on this hill literally i will give my life for the trans community we're never going away you will not win it's impossible we're unstoppable they're scared they're running they're trying to legislate a side of existence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y're losing this ok 首先我要讲就是没有人在害怕他们就算他们有他们这个 我也没有在害怕有种你就来这不是在挑衅但是我会保护我的家人跟我身边的人还有我的教会 所以这个人在呼吁的就是公民起义公民抗议或是大型的公民不服从来对抗这个不正义的法律 那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种就是这种地方情绪会有反应就是因为这个变态ok真的是变态我没办法把他当成一个人看ok这个人就是充满邪恶的一个恶魔 很多人听到他说的内容会很情绪化因为这个人是在呼吁医生起来反对法律把荷尔蒙打到小孩的身体里面然后把小孩的生殖器切除不管法律说什么 我们会很情绪化去看这个样子的恶魔应该觉得说这个人要把他关起来ok他身心不健全这样会造成社会的伤害这样的人不能存在在世界上不能存在社会上到处乱走 我了解这个观点未来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在乎的应该是他说的内容 他说这些规定这些法律不止医生切除儿童的生殖器是不正义的法律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男人可以当女人吗还是女人可以当人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说我们就要起来去抵抗这个不正义的法律 那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真的有人去抵制这样子的法律 我行我素跟加州的政府还有很多住在加州跟纽约的人一样 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 因为这些人不知道正义是什么 对他们来说正义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而且对于人性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要做的事应该是纠正这些人 然后不要再让这些丧心病狂的思想还有主义继续扩张 导致会有那样子的影片出现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我们就应该要成全他们 他们在那边说来啊我就是要小孩变性 我不管法律怎么说我不管后果我不在乎我自己的人生 我就是要破坏其他小孩的人生跟他们的身体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关起来 这是下一步 立法禁止这样的变态的行为 很棒对于家庭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对于共和党 对于保守派来讲很棒是个胜利 接下来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触犯法律了 当他们把这些性洗脑的色情片给裹小生看 当他们把小孩变性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德州的儿童医院对于11岁的小孩执行变性手术 那么我们就是要执行法律 他们不是受害者 他们不是被压迫者 他们如果是犯罪的话 那就是要公事公办 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活在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海军陆战队 你为了你的国家卖劳力 流汗流血流泪 然后你在纽约的地铁上面 面对一个他说他要杀死地铁上所有人的暴徒 一个被逮捕42次的一个累犯 你保护了地铁上所有的人 制服了这个吸毒的神经病 不只是在海外你当个英雄 就连在自己的家乡你都是个英雄 然后你保护其他人情况下 我们的政府会起诉你 他们会用法律来迫害你 但是如果你切除小孩生殖器的话 你却不会被捕 你却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可能因为只是你这个黑人 或者是我不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样子的制度下面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改变现在的情况 我们要鼓励人去做好事 做个好人 而不是强迫做好事的人 然后打压好人 不然你们的州 就会变得跟我们加州一样 变得跟纽约一样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州 破坏家庭杀人合法 没有任何的道德的美德的地方 那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报道 就是一个吸毒的累犯 被纽约的警察逮捕超过42次 还在大街上乱逛 然后其中还包括 assault伤人罪 在纽约的地铁上 威胁车上所有的人 要杀光他们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ordan Neely 他被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人 制止了 那个海军陆战队的人制服他之后呢 还帮他急救 还把他放在放成一个recovery position 和恢复状态的姿势 当下这位这个Jordan Neely 也还有呼吸 然后全车的人 在帮这位海军陆战队的这个英雄鼓掌 是有影片的 欢迎各位去查 我们在这边就不放了 现在这个案件被左派说成是谋杀罪 但是所有的保守派的观点就是 这是一个英雄的行为 一个保护社区的艺人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看这个事件 左派的说法是 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 种族歧视的白人 他就是走在大街上 看到这个黑人就不爽 这个18岁的无辜的流浪汉 他就只是想要在纽约的地铁上面 当Michael Jackson 然后月球漫步而已 而且他比Michael Jackson还好了 对不对 他还没有性骚扰小孩 然后就被这个白人至上的海军陆战队谋杀了 还是右派的说法 这位Daniel Penny 在一个累犯的罪犯当中 这个手中保护了地铁上面所有的人 这个无耻的18岁的坏人 被捕了42次 攻击人 还打了一位60几岁的老太太 根据当下在地铁上其中一个证人的证词 是后者 根据当事人的证词 他说 我就坐在地铁上读我的书 然后突然有人大喊以下的威胁 他说 我不在乎 我甚至杀人都不怕 我要进监狱 我被子弹打都可以 所以当下这个人 这个Jordan Neely 不只是在施暴 而且是在威胁 他说他不在乎 甚至杀人都不在乎 当事人说每一个人都很害怕 这位Jordan Neely 因为他被捕了42次 而且还在被通缉当中 就在不久前 他还打了一位62岁的老太太 还有伤害罪在身上 然后这位英雄就出现了 制服了这个暴徒 这个人应该要被全程拥护 应该要上台领奖 但是反而他们要把他关在监狱里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蓝州 我们这些蓝州 民主党控制的地区 包括我们洛杉矶 我们的法律是非常扭曲的 当然如果今天的这个种族是相反的话 如果今天是一个黑人的英雄 制服了一个白人的暴徒 结果白人的暴徒 因为吸毒太多 送一集就不致死亡的话 那我们的媒体就不会报道这些东西 我们连听都不会听到 我们的政府不想要黑人的英雄 他不想要黑人变得刚强 所以不会报道这样的东西 反而只因为这位海军陆战队是个白人 因为他曾经参军 然后这个坏人是个黑人 而且是个累犯的罪犯的黑人 所以在这个目击证人 当下被威胁的受害者的证词都没有用 都不能保护这位白人的清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们的司法 我不是在鼓吹这个白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是个英雄还是怎样 但是事实就是 就算他做了一个英雄事迹的事情 就算他保护了人 也还是会因为他的种族不对的缘故 被司法迫害 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在美国发生而已 在台湾好几年前就已经有了 一位退伍的军人 为了保护他怀孕的老婆 打死了一个小偷 结果被防卫过当定罪 而且又要罚钱又要判刑 现在的社会是非常扭曲的 非常无耻的 但这样子下去的话 好人会越来越少 坏人会越来越猖狂 人民保护自己还会被政府迫害 而政府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事件 来夺取权利 政府在利用坏人来创造出更多的伤害 而且让好人会因为怕法律的制裁 而不敢抵抗 最后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再度动用了我们的票房零药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如果不讨论川普的话 基本上影片就没什么人看 而这个新闻 大概也是会当这期的影片的封面 就算可能我认为是最不重要的新闻 所以 就是号外号外 川普的民调又破新高啦 OK 上个星期讲过这个CNN市民大会之后 在左派在那边说 川普终于被这位女英雄击败了之后 在那边说 川普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怎么可以攻击这个 E.Gin Carol之后 在那个市民大会上面说 川普是个大败笔 然后这个说 川普会一蹶不振之后 反而证明了川普最强大的一面 就是他单刀附回 他舌战群主 他单枪匹马的抵抗了所有的建制派 Dorahan Report出来之后 更是证明了就是他单挑 整个民主党的政治机器 这样子的形象是所有的人都爱看的 OK 所有的人都会为了underdog加油 大家都喜欢看到大卫抵抗哥利亚的画面 他们越打击川普 川普就会变得越强大 川普的选民就会变得更坚定 这张图大概是两年前的民调 OK 川普的民调当时就已经是彻底的碾压 Joe Biden了 OK 连一个选战基本上都不是 所以民主党就一系列开始火力全开 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审查 诉讼案 包围攻击战术 基本上全都造成了反效果 现在唯一好像还有个什么东西的 就是那个 乔治亚洲这个参议员 这个复选的调查案 还有在那个湖海山庄这个 隐藏机密文件 那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而已 剩下大概就只剩下这两个案件 这两个案件大概也会再度起诉川普 因为他们只能起诉他 然后时间点大概会在初选之后 然后在两边竞选最激烈的阶段 但是可以知道就是 这个人反而是越战越勇 民调一次比一次的高 前一阵子有几个民调 好像就是讲说拜登还有机会连任 现在基本上没有几个 这个是最近的民调 来自于Harvard Harris Poll 大家要知道就是 民调基本上都是偏民主党的 然后共和党在民调上面领先 其实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 川普领先了拜登7个百分点 然后跟这前一个月 这个民调平均差距大概是1.4个百分点 总之就是川普的民调回升的非常非常多 那这里可以提到就是除了Harvard Harris的民调以外 其他的民调都是在CNN的这个市民大会之前的民调 也就是说在市民大会之后 川普的支持率是大幅的提升的 而且虽然这个Durham Report上面说 没有人犯罪没有办法起诉任何人 我不认为 但是就算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就连MSNBC的Chuck Todd 在极左派的新闻媒体上面都必须要承认 民主党的腐败跟阴谋论 为什么连左派的媒体都会这样子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在证明了就是川普一直在提的阴谋论 一直以来都是真的 我们现在的联邦政府就是一个大型的民主党政治机器 然后在国际方面他也说得很清楚 OK 川普说他要结束战争 停止杀戮 不是什么支持乌克兰或是支持俄罗斯的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新闻片段让大家回忆一下 I meet with Zelensky They both have weaknesses and they both have strengths And within 24 hours that war will be settled It'll be over It'll be absolutely over Do you want Ukraine to win this war? I don't think in terms of winning and losing I think in terms of getting it settled So we stop killing all these people And breaking them is a country Now What do you Can I just follow up on that? You said you don't think in terms of winning and losing You have to get Europe Mr President can I just follow up on that Because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statement Excuse me let me just follow up Can you say if you want Ukraine or Russia to win this war? I want everybody to stop dying They're dying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I want them to stop dying And I'll have that done I'll have that done in 24 hours I'll have it done You need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cy to do it But you won't say that you want Ukraine to win You know what I'll say I'll say this I want Europe to put up more money Because they're in for 20 billion We're in for 170 And they should be And they should equalize They have plenty of money They should equalize I got with NATO When I sat down I got them to put up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hat they weren't paying under Obama And Bush and all of these other presidents That's why they're able to help them fight the war Because of the money I got 但是拜登政府對於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是站在一個完全相反的觀點 OK 就是支持戰爭 希望死更多的人 甚至希望美國可以參戰的觀點 So MSNBC的這個Alexander 質問拜登的發言人John Kirby 要確保送F-16戰鬥機去烏克蘭 不會讓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升溫 請問是有人會相信嗎 這個是想要維持和平 回到談判桌的方法嗎 我們只是送戰鬥機過去 對不對 這場戰爭短時間內又不會解決 所以當然不會讓戰爭升溫 這個就是左派跟保守派 對於這場戰爭的觀點不同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願意聽我這樣說 我知道我只要一講 就是說不能浪費納稅人的錢 去支持一個腐敗又貪污 又幫著民主黨洗錢的烏克蘭政府 很多人不願意接受 我知道大家很急 想要推翻俄羅斯 最主要的是你們想要推翻中共 但這些東西不是Ethan說的 說要結束這場戰爭 然後讓戰爭降溫 是川普說的 你們這些自稱是愛國者的 其實跟拜登還有民主黨的角度 是站在一起的 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導方式 一個是戰到最後的一兵一卒 然後浪費所有納稅人的錢都沒關係 美金的鈔票繼續印就有了 另外一個則是說要停止戰爭 在這邊說 要無條件支持烏克蘭的人 說要支持成千上萬的人繼續死都沒關係 這一切都是政治目的的 其實是跟這一位站在一起的 Bakhmut Bakhmut是一個談論 是否是失敗或什麼 而真正的事 而真正的事 俄羅斯在Bakhmut 已經在Bakhm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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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Bakhmut掉了 因為損失的很有可能比俄羅斯還要高 因為畢竟這場是烏克蘭打輸的這場戰役 然後我們的媒體是怎麼報導這場敗戰的 我們來看一下Yahoo News 烏克蘭的軍隊確立了掌握針對巴赫姆特的進攻主導權 這個報導真的是在一場敗戰當中 非常樂觀的一個報導 因為我們失去了所有的領地了 所以說現在有了進攻進去的主導權 這個就是拜登在國際上的形象 他最近參加了在日本廣島的G7的高峰會 他就是一個讓所有美國人蒙羞的領導人 以下是他在G7叫南韓的總統 Yosok Yeo 尹西岳 叫成前任的總統 Mung Jae-in 文在寅 I've spoken at length with President Loon of South Korea He came to Washington of Loon 然後這邊就是我最討厭翻譯的東西 但是大家最喜歡看 就是拜登不知道在說什麼的畫面 而且有很多其他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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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설명 動 我能够balance the budget and pass everything from the global warming bill anyway I was able to cut by 1.7 billion dollar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the deficit that we were were accumulating and because I was able to say to it that the 55 corporations in America that made forty four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or forty billion dollars four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在整個國際場合直接說謊說他建立了一個組織叫做The Quad I'd be able to convince India,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form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Quad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Quad是什麼呢?The Quad就是原本要來針對金端勢果BRICS成立的組織 就是針對BRICS是什麼?BRICS就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現在有沙烏地、阿拉伯要加入的 拜登說的The Quad這個策略是誰想出來的呢?誰做出來的呢?是誰建立這個聯盟的呢? 各位猜猜看 沒有錯,Donald Trump,這裡是2020的新聞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布重新建立Quad這個組織 來跟巴基斯坦成立反恐的組織合作 Joe Biden是一個沒有政策、沒有目標、不知道在幹什麼甚至不知道在想什麼的總統 我們可以了解欺敵的政策的重要性 但是他真的沒有在欺敵 他真的就是腦子是完全失控,而且腦子完全空的 現在川普的民調不斷的上升 民主黨跟左派現在也在發揮所有的力量來保護這位失智老人的形象 CNN的Chris Wallace發展出來了這個想法 The Washington Post has a recent poll out that shows that Joe Biden is in serious trouble as he seeks re-election in 2024. Let me put some of this on the screen Does Mr. Biden have the metal sharpness to serve effectively as president? 32% said yes,63% no And when Democrats were asked who they want the party to nominate in 2024 36% said Biden, while 58% said someone else Congressman, wouldn't Democrats be better off picking another person as their nominee next year? Well, I don't think so 然後刻意指控民主黨要來刻意的阻止 Joe Biden的競選 OK,stacking the deck OK,中文翻譯是做牌 暗中布局使情勢變得有利或者是不利 But isn't Biden in effect stacking the deck Moving states that he knows he can win Even if there's no chance he can win them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South Carolina's a perfect case Because he lost it to Donald Trump 55% to 43% Put moving states that he knows he's gonna do well in Early in the nomination process And thereby kind of giving him an easy glide path to nomination I don't think you're stacking the deck I think you're avoiding embarrassment And that is what he is attempting to avoid here 然後這位Jim Claiborne,OK 試圖要保護Joe Biden一陣子 但是最後不得不承認 Joe Biden就是歷史上一個最大的笑話 現在拜登只是想要避免丟臉而已 那拜登要怎麼避免丟臉呢? 就是直接避免民主 沒有錯,美國的民主黨為了要避免丟臉 他們就要避免民主的產生 避免人民的聲音被聽見 美國的民主黨唯一贏的方式 就是摧毀民主本身 民主黨還是會繼續攻擊川普 就算川普不是總統 就算這個Q的陰謀論 林伍德大律師的預言 川普兩個月會回來啊 什麼什麼什麼 這東西不會實踐 但是他們還是要繼續做 美國的司法有多麼不公平 還有美國的政府有多麼的腐敗 甚至邪惡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現在他們在動用整個國家的機器 浪費納稅人的錢 賄賂左派的法官 在攻擊一個平民 川普的身份就是一個平民而已 民主黨的人不在乎美國 不在乎民主 不在乎正義 不在乎正當程序 不在乎對錯 不在乎道德 這個就是現在的情形 這個就是絕大多數的加州人的思考模式 我們加州的居民寧願失去自己的安全 失去自己的自由 失去自己所有的一切 也要保護他們幻想出來的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沒有國哪有家 促成的就是 每個家都應該要成為犧牲品 而且必須要為國而犧牲 這個是家的義務 這個是公民責任 這個就是所謂的家天下 跟二戰時的日本 所有的人都必須為天皇效命 為天皇犧牲 德國所有的人都應該為元首效命 為元首犧牲 中國共產黨所有的人都應該為毛主席效命犧牲 現在為習近平效命犧牲 為俄羅斯的斯達林 古巴的卡司徒 柬埔寨的波爾布特 全部都是在說 沒有國哪有家這個謊言 今天的新聞從個人層面 家庭層面 甚至到國家層面都說明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但會遭迫害 而且現在正在經歷迫害 還沒有感覺被迫害 因為我們目前還算幸運 美國還有一群保守派在抵抗這一切左派的攻擊 我們還有槍支在守護著人民的自由 我們還有自己的主權 我們還有自己的權利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他們就是要來破壞家庭 就是要來拆散父母 就是要來瓦解家庭 建立了一個集體的政權 現在美國的民主黨在做的事情 其實跟毛澤東當時的農民起義 沒什麼不同 只是他們是在用一群 有滴滴的女人 跟沒有滴滴的男人 跟毛澤東農民起義是一樣的事 在這裡面沒有一個人認識自己的真實身份 政府最能利用的就是人的無知跟人的無能 跟我們一開始提到那個新聞一樣 他們請了一個人專門在門口擋著 為的就是要讓人不能接收資訊 不能接收真理 讓人持續害怕 讓人覺得自己無能為力 讓人在失去自我當中 在恐懼當中 做出永遠傷害自己的決定 這個就是左派現在所有的議程跟方針 例如像說全球暖化必須聽政府的 節能減碳必須聽政府的 槍支管理必須聽政府的 婚姻家庭教育能吃什麼 都必須聽政府的 OK 甚至拜登政府現在要禁止學校裡面 販賣巧克力牛奶各式各樣其他東西 都只想要弱化美國人 讓美國人不能自主 讓美國人在害怕當中 服從他們所有的議程 我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不要害怕 只有在不害怕的情況下 我們才可以鋼腔 我們才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而且我們不可以害怕到 讓政府幫我們做決定 因為當審判來臨的時候 神是會針對我們個人做審判的 不會因為我們在一個 極權暴政的政府下面妥協 反而會問我們這些基督徒 在這個時候為什麼沒有做炎做光 反而軟弱跟世界上同流合汙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